帮偏乡学子提升竞争力 新竹市实验高中25位学生 去年暑假开始自发性的到新竹县北浦国中 替国三生做课业辅导 重点整理 寒假再度来到 小组教学也大方分享考试的秘籍 有学生模拟考试就从4A变成了5A 成绩大幅提升 拿起纸笔对着题目仔细讲解 25位实验高中学生 寒假自发性到北浦国中 替37位国三生做课业辅导 重点整理 帮助偏乡学子提升竞争力 寒假部分的话 我们一样邀请我们实验高中的学生 来我们这边 为我们的国三学生进行会考前的课服活动 那主要是针对说 我们108课纲里面的素养部分 也可以提升我们偏乡孩子 在未来面对考试的时候 一些基本的能力 有教务主任洪美英签线 向实验高中提出高中生 带领国中生做课程复习的想法 获得高中生踊跃回响 从暑假开始进行学习历程分享 也设计闯关活动 让学弟妹对学习更有兴趣 寒假则针对国三生加强辅导 善用肢体绘图讲解 一对一教学 让国中生主动发问 积极学习 也教导如何统整化重点 让学习更有效率 还大方分享考试秘籍 成为学弟妹效仿的目标 教他们然后他们很认真听 然后我们教会的时候 我们自己自己有点成就感 在教别人的时候 你要在脑袋先 把你想到东西送过一次 然后才能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逻辑 非常的有帮助 教的比老师教的更详细一点 就是更能贴近我们 所不会的问题 一开始学长姐来的时候 他们在我们心中 就是一个偶像的感觉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很神圣的 所以跟他们讲话 我就很怕我会听不懂 然后也会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那他们教完后 我都觉得他们很好相处 也很亲切 然后让我也变得更有自信 我希望我以后 假如真的上了 我也可以这样去影响我的学弟妹 郭三生说 有了学长姐的教学 能更快理解不明白的地方 有助成绩提升 高中生志工则能更融会贯通外 也增加表达能力和逻辑思考 提升自信 彼此共同成长